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其實很餓 我設置那個機器 設到炸雞都冷了 我就可以和大家 一起吃這個 炸雞 其實不是大家 是我自己吃 那 就順便講一下一個 外國一個的 Body Positive Activist 叫做 I am Danny Adriana 的一個叫做 Fat and Eating Fat 即是肥 And Eating 即是吃東西 的一個Campaign 那但是我不和大家說 我要吃了先 我先開了個醬 這個是一個 芝士 芝士粉的炸雞 其實我是應該不會吃得完 Anyway 好 我好餓 其實我設機設到 我先試一試 我不想說話 我本身想和大家說一下這個 Fat and Eating 的Campaign 這個醬呢 是一個好像優格 那樣的 汁 很好 全日沒吃東西 超棒 炸雞就是一個Comfort food 但是 我不是經常吃炸雞的 但是我每次吃炸雞都做這些直播 拍片 那樣 令到很多人有所誤會 其實我平時都很喜歡吃很多菜 那樣 不說話 我先吃一會兒 貓剛剛不知道做什麼 它是一個通心 這個肉 那樣 整隻 都是一隻 不好意思 中英甲炸了 好 好 算了 是的 Anyway 那麼 這個Fat and Eating的Campaign 就是由這個 Danny Adriana 一個澳洲的Body Pod Certif的Activist 就發起的 那麼 他就是圍繞著肥人 就是可能例如我 其實不是我這些 在他們來說不算肥 是圍繞著肥人 和吃東西之間的Stigma 然後呢 我呢 都收到不少關於 人家罵我吃東西 真的很多人呢 是很喜歡 留言給我的身材 例如很多人呢 很喜歡留言給我的身材 然後呢 就會說 這個是真實言論 就是 我吃這麼多炸雞 難怪得這麼肥 沒有男朋友 這樣 其實我沒有吃很多炸雞 也不是肥得很交關 就是有一點點肥 但是 也都那時候不是沒有男朋友 真的 全是錯的 就是呢 Adriana的這個Campaign呢 她就是想 對 她就是想說呢 肥人 尤其是那些 morbidly obese那種呢 永遠呢 她無論是在街 和朋友 還是在家 還是在社交媒體 吃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受到很多人的白眼 就是會覺得 肥人呢 是沒有資格吃東西的 然後不斷留言給他們 吃的東西 不斷留言給他們 不應該吃那麼多 啊 份量啊 種類啊 不斷在那裡 用這些東西騷擾他們 然後就說關心他們健康 但是呢 一個瘦的人呢 就是吃得很不健康 生活習慣很差 他呢 幫他們和食物 放在一起 可能拿著雪糕啊 拿著那個薄餅啊 拿著那個炸雞啊 這樣 那些人呢 都可能是會歌頌他們 就是說很漂亮啊 好性感啊 吃雪糕啊 哇 好好看啊 這樣 那他就覺得 為什麼肥人吃東西 就一定是要 給公眾去 等於是他開放了 給公眾去平投品足呢 或者等於就是 要受到千夫所指 你肥的 其實你肥都要吃東西的嘛 甚至乎有時候是 就算肥人吃得很健康啊 就是例如我之前 上載了一些菜啊 沙律這樣的東西 好味 上去我的Instagram啦 Facebook啦 那些人 那些人無論是留言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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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跟我說 說我吃東西很多啊 很重量 那樣 剛才不是啦 第二 就算是關他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肥人 就不可以分享他的生活 就一定要 吃東西就要受到雜備 這樣 但Anyway 那這個呢 就是他的Campaign的開始 很好吃啊 這個呢 他的Campaign就有五天的 好棒啊 我不是賣廣告 我不是幫人家賣廣告 沒有收錢的 貼錢的 哇 嗯 嗯 那呢 他的Campaign呢 分了五天的 吃到雞腿先 真 嗯 嗯 每一天呢 他都會抽一張相 那張相呢 就是他自己 連同一個食物 那樣 嗯 很好吃 不想說話 搞得 對了 那 我現在看著他的照片 第一天呢 他就貼了一個 他自己吃一個雪糕的照片 那他自然是一個 肥的人 那樣 就說 就算是 就是 下面有一些Captions 那大家自己去看 那是說 那是說 瘦的女孩 吃東西 就是很肥的女孩 就要 遭受到這麼多評論 那樣 那他就說 不論是他 什麼原因去吃東西 for social reason for happiness for happiness for維生 for whatever reason 都不應該被判斷 又基於他的背景 然後呢 第二天的照片呢 就是他在吃一個 Cupcake 那他的Caption 大家也是可以去看的 就是說 Enjoyment of food 就是我現在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不過呢 就是 肥人呢 是 constantly 被人說 他們 不值得吃 食物 他們應該 要 不要吃東西 應該要折食 應該要 做很多運動 那樣 就只是說吃東西 不應該享受吃東西 就是其實 肥人 享不享受吃東西 是那個肥人的 choice來的 就是其他人為什麼要 覺得 因為他肥 所以我就可以 有資格去告訴他 他應該吃什麼 不應該吃什麼 是不是 就是其他人又不是醫生 但是 社會就很喜歡 看到人家肥 就Dictate那些肥人 覺得他們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什麼 但是呢 他在說 社會上面 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呢 肥人呢 的eating habits 一定是很差了 或者是跟瘦人很不同 才會導致他們自取其肉那麼肥 所以他們就不應該享受食物 但是其實呢 很多study都顯示 很多研究顯示 肥人 之所以肥呢 有很多原因的 不是一定說他是 吃東西很不健康 很不應該 那他才會肥 反而可能有些瘦的人 例如我身邊有些朋友 是很瘦的 但是他吃東西的 份量是多過幾倍 甚至他吃東西的 種類的卡路里 那樣東西 油不油膩 是 給我油膩或者 卡路里的食物呢 是高幾倍 他吃得多過我 但是他可以keep住很瘦 可能有一部份人 是因為食物所以肥 但是呢 其實都很多情況下 其實不是那麼直接說 喂 因為肥人吃東西 特別沒有節制或者 特別差 所以就肥了 自取其肉 所以 你看到肥人和食物呢 就要 判斷他們 這樣 其實不是 就是肥可能和你本身身層代謝 基因 甚至有沒有一些 賀爾蒙 那些是有關的 不只是和食物有關 壓力 我會享受這個食物 好 看看第三天 他的帖子呢 是五天的 是五天的 第三天呢 他就是 在吃一個披薩 然後呢 他就說 那 那 社交媒體 對於食物的 這個 這個 如何去判斷肥人 譬如呢 他就說 一些瘦的人呢 用一些 用一些 用來保持健康 或者健康 的名義 去寫一些食物 上社交媒體呢 這件事呢 就是祝福的 被人覺得是好取的 當一些肥人呢 肥人呢 就算不去 mention 他的 dieting 不去說他的食物呢 都會被人很 actively 這樣去judge 或者去提及 究竟他吃什麼 吃到這麼肥 這樣 就是observe了這個 社交媒體上 出現這些 不公平的情況 給一些三不識七的人 在一些不關事的情況下 無緣無故去 question 質疑 你的飲食習慣呢 我是有的 就是他 他說的話就是 你不要這麼 ready to judge 就是不要覺得 肥人就一定是吃得很差 什麼什麼什麼 You don't know anything 這個就是他 第 三天 說的 message 那 看看第四天 第四天呢 第四天呢 他就在 一個麥當勞前面 就是吃著一個漢堡包 他就說呢 肥人呢 整天都要跟別人解釋 我不是在吃垃圾食物 他就說那件事就是說 為什麼肥人一定要好像有一個責任 他就是 就是 他一直給別人看到 他一直給別人看 我不是在吃垃圾食物 但是我也肥 我的food choice是很好的 這樣呢 他就說 肥人呢 哪一個人一吃垃圾食物的時候呢 就會被人家 拿來過分延伸 就是他就說他呢 是會吃 餅飲料 披薩 蛋糕 冰糖 但同時也會吃健康的食物 但永遠呢 人們就會無限放大它 吃jump food 他就說 難怪你吃jump food 所以你那麼胖 這樣 聽我說了 就算 肥人今天 吃沙律 吃得很健康 但其實健康不只是你吃什麼 還有講你的心理 平不平衡那些 就算吃得很健康 我呢 都是會被人質疑他 是不是假裝 或者 嘩 吃得 這麼健康都這麼肥 你這麼厲害 這樣 我是有過這些評論的 對 吃得健康都會被人judge 被人罵的 那他就反思這件事 然後呢就說 為什麼瘦人 就覺得可以 向通勞了 這樣 吃他們喜歡的東西 而不會被社會judge 但是肥人呢 吃他們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就躲起來偷偷地吃肉 躲起來偷偷地吃的 不可以公開吃的 會被人罵的 會被人judge的 對 對 最後一天了 他又總結了一點點 又說 為什麼那些人覺得這麼適合 這麼理所當然地 覺得自己有權 去討論別人一些個人的選擇 例如吃什麼食物 就只是因為 那個是一個肥人 就可以在公眾場合 指指點點去食物 在網上指指點點去食物 說他肥那些 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他的那個 五天的 campaign 叫做Fat and Eating 我就逐個 搜尋了 和大家 接下來呢 我就打算吃完這個 很好吃 這個是一個 四百克的炸雞 一盒 我暫時應該吃了一半左右 我已經飽了 其實 不會吃的了 應該等有朋友上來 讓他們吃 挺好吃 但是我不太說話 吃完這個魚蟹的炸雞 很效果 我很久沒吃過那些 不健康的東西 真的這個天天都是 吃渣啊 吃菜啊 嗯 這麼多人生很滿足 Food orgasm 嗯 嗯 超棒 好啦 今天就說到這裡 那就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這個 Body politics 還有就 stay tuned bye